我是超好康 歡迎來到TVBS超康戰警示 在我們下午特別來賓 中嘉賓委員 黃靜穎議員 陳鳳馨小姐 陳怡信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羅庭委議員 好 那麼日本這個福島的核廢水 排到海裡面去 那麼第一次檢出了川 但是說沒有超標 檢查出來了 因為大海茫茫 那個海水照理講稀釋力很強 還能檢查出來 而且現在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未來還有30年 大陸一打電話去騷擾也好 去抗議也好了 結果日本政府受不了了 因為你看那個開頭是86 這招大陸去的 所以他們用罐頭中文系統接招 他們就說我們沒有問題等等等等 就直接回電 也沒有用人 原來是用人在那邊接抗議電話 有人認為說中共是不是仇日過頭 到底是怎樣 日本的麻生太郎也說大陸太政治化 說不按照科學 科學都說沒問題 為什麼還來抗議等等 他們說最後美國是污染最嚴重的國家 最後 因為到最後 在美國那個地方會游得越來越慢了 在那邊就會造成水在那邊 游的速度慢 聚集比較多了 也有專家說 有13種日本的水產品 是台灣人可能比較愛吃的 要小心10月會到貨了 包括日本海藻 牡蠣 白甘 青甘 海參 章魚 蟹 螃蟹 沙丁魚 秋刀魚 海藻 青魚 鮭魚 北濟貝 海曼等等 所以他們就說要小心 專家說半年內避開福島的漁獲 半年內以後怎麼辦 特別他說 黑尾 騎魚 鯊魚這種大型魚類 要小心 另外也有人認為說大陸禁水產 到底是為什麼 是借機對美國示威還是不是 到底怎麼回事 覺得日本你最近什麼都挺老美的 來去跟對抗中國 好吧 那這樣我就借著機 教訓你一下 謝長廷又發文了 謝長廷說 患難見真情 當時日本人多麼好好 大陸禁我們的水果 日本人都買 現在日本人被大陸禁 所以他的助理就去買 干貝 好吃不得了 那他是說沒問題 他說應該台灣的僑民 要多消費日本的這些海產品 費鴻他就發了一個臉書 他說 這是以零為禍 謝長廷人類的奇葩 很佩服他 那乾脆謝長廷每天喝1500cc的水 給我們看看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猛利怒雜日式料理店 日本排放核廢水 引發中國大陸民眾激憤 甚至瘋狂打惡作劇電話 給當地日本商家 為何你把水果放在海中 還要在大陸的日本料理店 老闆狂拆自己的店面 扯下各種日式裝飾 而在北京當局宣布全面封殺 日本海產後 大陸全國掀起搶購食用延潮 日本當局則請來IAEA國際原子能總署 拍廣告幫忙背書 儘管如此大陸外交部痛批日本 試圖混淆視聽 儲利水這樣的稱謂 無視客觀事實 無非是日方試圖淡化掩蓋 核污染水盤海的危害 誤導公眾和國際輿論 一些日本民眾也不買單 不過日本政府為了因應北京的封殺 2號宣布再添加200億日元 撥款支援國內水產業 好吧 日本雖然說沒問題了 IAEA也替他背書 但是他還是擔心 我們的清大的董傳宗教授講 他說雖然日本宣稱這個ALPS 可以過濾掉川跟碳14以外的 62種放射性物質 但實際上並不是百分之百 徹底可以去除的 另外核廢水裡面另外 490會累積在任期骨頭中 不容易代謝 所以換句話說 還是存在一定的風險 這我一再強調 日本人說他這個東西 可以過濾都過濾掉全部 誰看過 誰真的去檢驗過 他不開放 他照理講 日本應該開他們走道了 歡迎你們各個都來看 我排給你看 這邊是含有放射性的廢水 經過他以後出來乾乾淨淨 除了川以外其他都沒有 不給他看了 對不對 應該允許大家去檢驗他的 現在的排水 也不太允許 他自己公布 我公布了 所以大家不放心 但重點是你要招大信 他就讓大家不放心 所以包括教授也都講 你說你全部除掉 你真的全部除掉嗎 來 放心 對 關鍵點就在於 他是核污染水 他是因為整個的核反應爐 融融了之後 所排放出來的 這一些核污染物 然後用水的方式 然後不斷的冷卻它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核污染水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說你去聽日本的宣傳 第一 他們絕對不允許說核污染水 所以他們的媒體都說核處理水 不可以說是核污染水 第二個部分是 從2013年311的地震之後 然後接下來那個反應爐 融融 融化 然後融解 這個融融 在Mail down 那麼在日本 也是不可以用這個詞的 所以在日本 其實他們在言論管制的程度 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他們對於核污染這件事情 是不可以談的 核融融這件事情也不准談 好 現在關鍵點來了 這個核污染水 說科學根據 對不起 你如果去看IAEA的報告 IAEA的報告當中 它有特別著名一件事情 它的所有檢測的 都是日本採樣的水 它檢驗的是日本採樣的水 並不是它自己到現場去採樣的 不是 如果今天你開放IAEA 全面性的採樣 我覺得至少它還可以做 一定程度的背書 其實雖然說起來 國際原子能總署 並不能夠作為一個監測機構 但是至少已遭公信 但是不是 它的採樣也是日本取樣了之後 接著交給IAEA 然後去做檢測 請問一下 你那個採樣 我們怎麼知道 你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是用什麼樣的水 你為什麼不能開放 周邊所有的國家 中國大陸 韓國 俄羅斯 包括台灣 還有香港 然後我們都派專家去 我們台灣又不是沒有 這一個核子的專家 你就讓我們到現場去 我們實際上面 把你的水抽樣起來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抽樣 我們自己來檢測 這才叫做已遭公信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日本所採取的方式 第一 他對內管制言論 然後第二 他在對外 花了大筆的經費 宣傳經費700億日元 然後去宣傳經費 各式各樣的狀況 然後在台灣就出現 一堆的匿名專家 我們這邊看到的 不管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或者讀物科的這一些主任 他們都是具名的專家 那麼可是我們看到 在網路上面有一堆 匿名的專家 哎呀 我是專家 我告訴你們這些人 都沒有讀過 都不懂這樣子 你們蠢壁了 什麼叫做核污染水 沒有核污染水這件事情 沒有嗎 至於到目前為止 其實在311的福島附近 其實有曾經被驗過 雨裡頭有剛剛提到的 斯九石 還有斯九石 好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 日本 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 當然你不能排除 這裡面有很多很激進的網民 這件事情你不可能排除 14億人 就像日本2億3千萬人 日本2億人口 也有很多激進的人 難道沒有嗎 到目前為止不肯承認說 有南京大屠殺的人 也所在多事 你認為這些人就理性了嗎 我覺得關鍵點在於就是 誰是比較科學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你真的認為日本就因此放棄了 中國大陸的市場嗎 在週末的時候 中國大陸舉行了 中國福貿會 就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 都可以在那邊攝攤 然後去談服務貿易 然後展現他們的這些產品等等 我告訴各位 日本30多家廠商都參加了 沒有一家退缺 一家都沒有 不過基本上這樣 當然你要講它是核污染水 日本人也不高興 你說核處理水也不多 跟一般的核處理水是不一樣 大概叫做核污染處理水 核污染以後它處理的水 你只能這樣講 除了剛剛講 因為天下雨什麼 它的核心已經溶解了 所以下雨會經過它的核心 接觸到放射性物之戰 跟一般的所謂的冷卻水 是完全不同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國際能源總署 從2009年到2019年 10年他的幹事長都是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叫做天野之謎 天野之謎 原來如此 當然現在是新的 剛剛已經換了 2019年以後換了 現在4年 但是他做10年幹事長 秘書長 等於是他全權在負責 影響力其實滿大的 我們也不能排除 對不對 他關係比較好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還是認為說 當大家懷疑日本海產不好 對大家都不好 我很喜歡吃 真的讓大家組成一個監督小組 認真的去看 確保他萬無一事 他就比較放心 否則你日本人一個人在那邊講 我們很想相信 但是你說能夠完全相信嗎 對不對 連日本漁民其實都有抗議的 來 宜靜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在日本的社會內部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其實像綠色和平組織 在日本的分會 也對這件事情是高度的反對 他們提出的論點 就是日本其實在有關於 這種核污染的水 它的處理上面 前後標準其實並不一致 舉例來說 其實在過去從1946年 核子污染或者廢料 往海裡面排放之後 到倫敦議定書的時候 已經有了共識 不要這麼做 在1993年 俄羅斯他在海森威 日本的很接近的地方 最後一次將核廢料 偷偷的放到海裡面去的時候 日本大肆的抗議 所以當時日本的標準 跟現在標準是不是相同的 我相信這是外界 所質疑的地方 尤其未來30年 他總共當時 俄羅斯只是900噸 現在日本他是要排放 未來30年是120萬噸 120萬噸 這比例差別非常的大 剛才我們在看到 這個謝長廷我們的助理代表 他的講話真的是太過頭了 他忘了他的薪水是台灣人付的 不是日本人付的 他應該要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講話 不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來講話 而現在他應該要講的是什麼 現在國際原則人 這個IEA有對日本 在7月的時候做過調查 你今天謝長廷有沒有要求 台灣也能夠加入這個國際調查 你有沒有組成台灣的 國際的調查團 然後各界的調查團 去參與這個調查 去讓國人能夠 對這個調查能夠了解 讓國人對於這個科學標準 能夠了解 你身為助理代表沒有要求 參與國際的調查 你沒有要求公開的調查 你在那邊自己派人去買水產品 然後用臉書上面來做說明 你拿你自己來做實驗 你以為你的臉書可以公佈 一個有權威性的調查嗎 謝長廷這樣的一個做法 根本就是失職 根本就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我必須要強調 其實針對於這一個的 和污染處理的水的排放 堅持最高的科學標準 這是最基本的 堅持最高的科學標準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台灣在這件事情 這樣的角度上面 你必須要能夠 蔡英文政府必須要能夠 積極要求參與國際的調查 並且也應該在國內各個方面 要組成相關的學者專家 還有各界的人都能夠了解 未來這件事情 才能夠真正的處理 這是我們應該要面對的 正確的方法 就下來再回來 記著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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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